难怪张三丰积赞玄冥寒独 你看白笋的师祖是谁 曾让萧丰难受至极 张三丰身为当世江湖的武林之孙 他的纯阳无极功修炼了近百年 任何垂死之人都能在张三丰的救治下 妙手回春 然而在张三丰一百岁受淡的那天 他却遇到了一个头痛至极的疑难达政 原来张三丰的爱徒张岁山和夫人 因素素先后自本身亡 他们留下唯一的血脉换作张无忌 此时的张无忌年仅十岁 驱中了玄冥神长倒在张三丰的怀中奄奄一息 张三丰运力颇深 他掀开张无忌的衣服一瞧 只见张无忌的后背上赫然有一个绿油油的手艺 尽管张三丰已是一代武学宗师 但他仍是大吃一惊 笔者认为张三丰是一位千年难得一遇的武学器材 照理来说 只要张三丰有心破解 寻常之人所创的武功都会被张三丰一一针对克制 奇怪的是 张真人就算是出浑身解数 还联合宋远桥 于连舟 林黎亭等弟子的功力也无法将张无忌体内的寒毒去除干净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张无忌病入高荒 日渐巧碎 很显然 百损盗人的玄冥神长 势必以某位前辈高手的武功作为根基 作为一门世间罕有的邪功 这才让张三丰束手无策 既然如此 玄冥神长的前身又是哪门武功 稀看过以天图隆记的读者会发现 玄冥神长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玄冥神长夹杂了一股极其阴寒的内力 呼的一声响 双掌相交 玄冥神长只觉对方掌力犹如排山倒海相似 一股极寒的内力冲降过来 煞时间全身寒冷透骨 身子晃了几下 倒退了三步 这样看来 玄冥神长不但阴冷 而且掌力也是极其强劲 这在金书里极为少见 二 张三丰给张无忌驱逐寒毒的时候 金庸学道 张三丰荡丹田中的阴云紫气 将吸入体内的寒毒一丝一丝的化掉 可见 玄冥神长不仅威力惊人 还是一门将毒术和阴寒内力结合在一起的武功 能将毒术和武功完美融合在一起的 唯有白驼山庄和新秀派两大门派了 然而欧阳峰的武功虽然引毒无比 但长进却是阳刚威猛 这一点和玄冥神长不符 如此一来 玄冥神长的前身和新秀派似乎大有关联 看到这里有的读者会说了 新秀派是天龙八部里的门派 怎能和一天屠龙记相提并论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锦庸在晚年发行了新秀版系列 在金老的改动之下 还将天龙八部和射雕英雄传打通 而射雕英雄传和以天屠龙记同属射雕三部曲 因此天龙八部也是能和射雕三部曲放在一块阅读的 凑巧的是 天龙时代的却有这么一位高手 他纪元巧合之下练成了一门学宫 这门学宫又毒又冷 还将销锋搅扰得难受至极 此人正是铁头人尤坦志 当时尤坦志立志要为家人报仇 可他一看到漂亮活泼的阿子 就将血海深仇抛到九霄云外 为了能让阿子欢喜 尤坦志甘愿做阿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他伸出手指给大蜈蚣吸血 却误打误壮 练成了一斤精力的武功 后来尤坦志又借助神木网顶 将一只万年难得一见的冰残吸入体中 几番奇遇下来 尤坦志净练成了连丁春秋都羡慕不已的冰残独长 尤坦志在冰残独长的加持下 犹如脱胎换骨 即便他的战斗意志力不强 为人又几位软弱 但那门冰残独长一惊施展 就连战胜肖峰也苦不堪言 原文学道 肖峰以权力和慕容赋相平之际 尤坦志在向他出招 不由的寒气息体大为难当 看到这里就不难理解 张三丰为何无法对付玄冥寒独了 尤坦志的冰残独长结合了一金金 万年冰残和神木网顶这些神功奇物 可谓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也只有完整版的九阳真金方 是冰残独长的克星 可尤坦志最后跟着阿子一起坠入悬崖 他又是怎么将冰残独长传给百损盗人的 可以预见的是 尤坦志虽然坠入万丈身孕而死 但他生前曾将冰残独长的修炼之法 学在小册子里随身学代 尤坦志死后数年 一位盗人路过崖底 他偶然发现了尤坦志的遗骸 还得到了冰残独长的修炼之法 只不过缺少神木网顶的辅助 这位盗人只能凭借聪明才智 将冰残独长改造成了另一门威力烧弱的武功 这就是让群雄弹之色变的玄冥神掌 随后此人号称百损盗人 仗着邪功在江湖里为非作歹 遗憾的是 金庸并没有叙学天龙八部讲述百损盗人的故事 否则又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矿史之作了